我现在真不知道 我远家过来到底是对的而错的 小贝 回家吃饭去了 我不吃 要是你自己吃饭 你真是怎么这样的 一生气就跑卖地来待着 早上说 我让你给丈母娘打电话 说咱们不回安徽过年 打了没有 我没打 我说不出口 昨天我妈打电话来说了 爷爷奶奶都盼着我回去 说一年多都没看到我个孩子了 想我们了 我现在跟他们说 我又不回去了 他们得多善心 反正我不会说的 你要说你自己给我妈打电话去 你就那么想回去过年吗 我肯定想回去过年啊 我加过来六年的时间了 就去年你带我回了一次年家 今年是你自己跟我妈说的 说今年带我回去过年的 我从年头拍了年尾 还有几天时间就要过年了 你自己也说了 就还几天就过年了 你以为顺风车就那么好约的吗 一般人他根本就约不到你知道吧 你不要找那些结果好不好 你要真想带我回娘家过年的话 你总会想到办法的 你要记得咱们俩干结婚的时候 你说的话嘛 你就不要怕家人们约 只要我想回家 你就带我回去 一年至少带我回一次年家 现在呢 六年了才回一次娘家 你当初的承诺呢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嫁回六年了就回一次娘家 是我拦着你了 我拉着你扯着你了 不让你走啊 以前的事情 现在咱们都不说了 但是我小孩小 各种原因都有 但现在呢 孩子也大了 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 你怎么就不能带我回去呢 我现在真不知道 我远嫁过来 到底是对的而错的 听你这话意思 你嫁给我后悔了是不是 这么多年对你不好吗 后悔后悔 行了别哭了 你不就是想回娘家吗 想回来回去呗 怎么回去啊 你没约到车怎么回去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 一般人约不到 关键我不是一般人啊 你什么意思 我已经约到顺木车了 三天之后 到咱们家门口来接你啊 这下高兴了吧 真的假的 真的 我骗你又没有糖吃啊 那你跟他逗我干嘛 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吗 看起来哭了 但是你也别高兴太早 咱们这几天得想想 到时候最没点什么东西过去呢 要忙的事情多的呢 你要这样回去的话 咱们就不带东西 我爸妈爷爷奶奶也开心啊 我知道 爸妈爷爷奶奶看到我们就高兴 但是带东西也是我们一点心意 是不是啊 行了行了别哭了 这次回家吃饭可以了吧 吃得下去了吗 走吧走吧 我今天过来找小编 就是要通知他一下 我已经约到全安慧的车了 其实昨天之所以没有答应他回娘家过年 就是怕约不到车 到时候让他百高兴一场 没有到 刚才哭得一逗了他一下 竟然哭得稀里哗啦的 还说嫁给我后悔了 小编还厚不后悔 你说你那么大人了 还那么胖 丢不丢人 那谁让你骗我呢 是你臭不在我婚店家的